咳咳 啊啊啊啊啊 開聲完畢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沖 大家好 我是小弟 其實今天已經是我們第三天的行程 明天就會離開 我們今天其實都是比較休閒的 其實我們每天都休閒 我們今天主要的一個行程是最重要的 就是想去這個叫做 國營龍野寧蘭幽靈公園的Slow World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其實這個是 可不可以說它是一個滑雪場 我就不太肯定 但是那裡的確是可以 有得滑雪 有得玩滑草那些 叫什麼 滑草那些 滑草的滑雪板 主要是給一些家庭 或者是初心者伸手去的 也有一些是滑雪的 就是嬰兒的那些地方 那裡除了滑雪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遊樂設施 是給小孩子玩的 那你當作是一個公園 那我們現在主要就是去那裡 那我們在去那裡之前 其實我們又停下了在這個 Stayco Mark那裡 買一些東西吃 也都吃了 吃了一個很大的 Omori的豬扒湯 然後吃了一個 昨天吃過阿聰華覺得不錯的炸雞 然後喝了一個 士多啤梨奶石 然後你又喝了一個咖啡 挺好吃的 豬扒飯 好像是500日圓 但是也很大份 超熱辣辣 而且味道是不錯的 我覺得 那我們現在已經吃飽了 吃到超飽 他還要吃到一半之後 就說他不吃了 然後就給我吃 我自己一個人在那裡 不吃的時候 他還在那裡好像咬白 喝咖啡 看著雪景 然後好像我很大吃 哈哈 現在已經吃到很飽了 所以我們就在這麼飽的情況之下 就打算要去出發 嗯 我們從這裡出發 其實去到Snow World 都是50分鐘 你當一個小時了 其實他也是在窄房的範圍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 Go N Droogle הוא 就是 你說 是 或客戶 就 freed 有 水 水 水 沙子 水 水 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景点 就是那个Snow World 但其实刚才入场的时候 那个职员已经跟我们说 因为今天那些雪不够多 所以就可能没得滑雪了 但也不要紧要的 因为其实这个入园是不用钱的 只需要给泊车的钱就是410日圆 进来之后就算没得滑雪也可以到处走拍照也不错 那我们现在就一边走一边看 这里很少人 然后很安静 这个白色的世界是超级安静的 最吵的是我们两个 对啊我们如果不出声的话 是完全是很宁静的这个地方 我们试试 好了 完了 我忍受不了这个 我们已经 因为今天是24号 还未是假期 所以还是没什么人 这里很舒服 嗯 真是很漂亮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后面的位置 就是可以滑下去的 但是因为现在是 刚才说过一些雪不够多 所以其实那个 坐的那个吊椅 和这个场都是没开 所以有点遗憾 我们就继续走 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进去看 我们走一段路之后呢 终于来到这个地方了 看到有小朋友在画 那个水泡 水泡 本来还以为真的没得玩 刚才有点少许多失望 因为看到周围都封了 但是现在看到可以玩 真的觉得很开心 YOKOO 那我们现在立刻去玩吧 GO 我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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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对 很累 我們正在畫中 我們去秋田畫水泡 是啊 待會下一個就到我了 坐著這個水泡 接著就滑下去這個超斜的路 我很怕自己會整個反轉了 我覺得我也會 要算了 很害怕 好怕? 是 夾著吧 夾著腳 夾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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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就不太斜 雖然它很長的路 但是秋田那個更斜 應該是適合BB仔玩多一點的 不過玩一個會瘦 嗯? 嗯? 不敢好像 嘿 你可惡 我呢? 這個? OK 這個好害怕 害怕嗎? 好害怕 為什麼我剛才會倒轉了 你試試正面吧 這次 我不知道怎樣正面 一下去那一刻就已經這樣 你真的向前面 然後轉了轉 我向旁邊 那你不向前面 因為他沒有叫我向前面 你可以試試看 唉很累 他不斷叫我挑戰挑戰挑戰 我很累 很累 太累了 太累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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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累了 唉 累了 我們剛剛已經玩完滑水泡 然後現在就看到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隧道 打算進去看看 一起走 很累啊 玩滑水泡 最累的是要拿著水泡 走一個很長的斜路 玩兩次已經覺得很累了 我玩了三次已經覺得很累了 這個好像是一個藝術展來的 哇 好可愛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好像一個秘密隧道那樣 嗯 我發現這個是一個迷宮來的 而那些小朋友在這裡 應該會到處走 然後找不回 看到一個秘地 這個好像一個庭園那樣 即是那些內庭 又是我的 一個人都沒有 是我的小迷宮 這個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死了 會不會走出去的 迷路了 有啊 還有 在這邊嗎 咦? 這是不是剛才那裡的 是啊 迷路了 這是不是這裡 然後去那邊 這裡來啊 還可以再進去 保重的 這裡可以吸引 對嗎 咦? 不是啊 是電筒來的 在這裡做什麼 是 看到了嗎? 很漂亮啊 看著吧 嗚 有一個照片才能看到的字 很漂亮啊 很大光 很漂亮啊 這裡很漂亮啊 哇 很漂亮啊 哇 很漂亮啊 哇 很漂亮啊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呢 去到一個休息的地方呢 然後呢 就有吃東西的 那這裡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 有拉麵啊 有飯啊 什麼都有 那我們呢 就最後買了一個 這個條條 就當是一個小吃 這樣 這裡是210日圓 就買到的一個 脆脆條 為什麼我不知道 這個叫什麼 它裡面有一點點 好像芝士年糕的味 外面又甜 嗯 嗯 好吃啊 它裡面是有些 一些 硬硬硬的 有些 有些 在裡面 嗯 有些芝士的味道 然後呢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位置 就是 紅之巢東 那這裡呢 其實呢 現在雖然看到沒有人 其實是因為沒有開到 那如果開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讓小朋友 去上面那裡玩 那些城隍這樣的東西 我看上網的照片呢 是有很多BB在上面 拍來拍去 很好玩的 那所以其實這裡呢 就是很適合一家大小 帶小孩來玩 我應該玩得很開心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我剛才呢 忘記了說呢 就是我們剛才玩那個 滑雪 那其實雖然剛才看到我們呢 是完全不需要排隊 因為是真的沒有什麼人 但是平時 即是遊客時期啊 旺季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上網看過是要等半小時或者以上 才可以滑一次 那所以是 只能夠說我們真的很幸運 在這個時候可以玩到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你說要排一個小時玩 我覺得就有點不值 小朋友的話應該開心 但是大人的話呢 就會覺得不夠刺激 那如果大家來到 是不需要怎樣排隊的話呢 都值得一玩的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呢 在這裡沒有什麼要做呢 就決定在這裡 砌一個雪人 放在這個位置 我幫他找到一個神聖的位置 安放 好啦 開始 喂 你怎麼可以這樣躺在這裡的 哈哈 現在陷了一個形 我待會上回來 有一個人形的 哈哈哈哈 你現在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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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支茶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它這些雪呢 太鬆了 它這裡的雪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好像粉一樣呢 很難壓到變成一個球 嘩 現在像一座山 不像一個雪人 嘩 你的臉不要太瘦 啊 然後呢 這個呢 這個呢就是 喬仔剛剛砌完的雪寶2.0 雪寶2.0 太瘦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終於都回上車了 其實這裡呢 我們都覺得是幾值得來的 我自己覺得是很漂亮 一來都好玩 還有多東西看 其實這裡呢 還有一些餐廳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在那裡吃東西 那我們現在回上車呢 就準備去下一個地方了 其實本身呢 是沒有想著去的 就是本身想著去完這裡 就回到市中心 都是周圍走走 過一天 但是呢 剛才我們來這個 Snow World的之前呢 途中那裡 就看到一個地方 是很漂亮的 其實那裡呢 就有點奇怪的 哈哈 因為那裡呢 是一個 墳場 是日本的墳場 但是為什麼會是一個景點呢 就是原因呢 就是那裡呢 有很多那些 復活島的石像 那我們上網再看多次 就看到都很多人去拍照 就看那些石像 那樣的 所以呢 我們就反色順路 就過去看一看 拍照 那拍完之後呢 再回到市中心 那我們現在就 出發啦 GO 好可愛啊 是不是啊 好搞笑啊 他的復活島石像呢 有一些呢 是戴了口罩 第一次見一個 雪地板的復活島石像 那我們現在呢 就已經來到 我們突然間出現的 第二個景點 那其實這裡 剛才說過 就是一個墳場來的 不過呢 就是一個 都算是景點 都多人會來拍照啊 打卡 那主要就是看 我們現在身後面的 復活島石像 沒錯啊 其實他的墳場呢 主要都是在 就是遠離了這些 復活島石像的 不過是開車過來的途中 就會見到 但是呢 那感覺就一點都不覺得 很突然的 我們下車走過來之後呢 發覺這裡是很平衡的感覺 是啊 現在呢 又是一個人都沒有 真的一個人都沒有 是有少少少職員在這裡 但是也是很少 是啊 然後現在呢 還要看到一個 這麼漂亮的雪地環境 加上這個 復活島石像 再加上這個 這麼好天的天氣 是超漂亮的 雖然拍出來 可能沒有這麼漂亮 但是其實我們肉眼看到 是真的挺漂亮的 是啊 是啊 我們上次去九州那個 我是很辛苦才撕走所有人 那裡是超多人的 是啊 那裡是超多人的 那裡是Sunset 不知道什麼 是啊 嗯 公崎那裡 但是呢 這裡那個復活島石像的數目呢 是比我們上次去的一個地方的數目 是再多一些的 嗯 這裡是有兩排 一整排的復活島石像 還要是很大的 然後很可愛 或者拿一個回家的 是 哈哈 其實這裡呢 除了這個復活島石像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頭大佛的地方 嗯 其實就是 你可以當是一個 天坦大佛這樣 嗯 但是它特別一點 它就只是看到 它的頭突出來了 應該要走那個隧道 它才看到它的身體 是啊 不過我們就不看那個了 而且都好像生肉 主要都是來看這個石像 嗯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給大家看一些風景 嗯 嗯 我上來了 這裡真的很漂亮 但是積雪很厚 這裡走過去的話就很厚 這裡之後就沒有人走過了 但是真的很漂亮 這裡其實就 就是如果你是自駕遊的話呢 都可以來這裡看一下 拍照也不錯 還有就是重點 真的不用跟人爭位了 一定拍到照 我覺得很震撼啊 而且它配這個雪景是很特別 而且很漂亮 是啊 非常浪漫 還要前面這個 白雪雪一片的畫面 加上今天呢 現在接近黃昏的時候呢 那些雲是 橙橙的粉粉的 很漂亮啊 如果不是很冷的話 我會想在這裡 留下來一點看的 不過真的很冷 現在是負六度左右 但我覺得 看感比剛才我們去那個 Snow World 那裡就更冷 然後說這麼快呢 我們就已經加回市區的位置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的目的地 就是要去這個 Deggen Street 其實Deggen Street 就是一個賣 二手 就是賣一些古著 或者二手物品的店 來的 其實應該很多人都有去過 因為它全國都有很多分店 但是又不是每間都很多東西看的 有時候有些進去是沒有什麼款 或者很貴 但是有些店舖便宜的時候 又真的很便宜 或者有很多寶藏 可以找到 但是我們這次來這裡 其實重點不是買三副鞋襪 而是打算買一個Hand Carry的行李箱 因為我們不夠 所以現在呢 就已經來到了 拍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這間呢 很特別 旁邊有一間是 Second Outdoor 我們之前沒見過 對 第一次 應該是賣露營東西 或者野外活動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們又上車了 其實剛才我們走的那間 Second Street 是挺推薦大家來的 雖然我們沒有買到東西 其實大家如果不介意那些東西 是二手的話 其實它很多東西都是很新正 而且很便宜 尤其是這間 不知道是否因為北海道的關係 它裡面的衣服 都是五百日圓 很多都是五百日圓 富裙都是五百日圓 大衣都是 而且大衣 剛才我看到一件是SM2的 是漂亮的紅色 都是九百日圓 嗯 而且是超漂亮的 不過因為 我怕拿不到回去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 但其實這間的東西是划算 在外面那裡 它多數都是一些 滑雪的東西 然後釣魚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是露營的東西 它都有的 所以這間也挺值得來看一下 我覺得 是啊 以我們來過這麼多間 Second Street來講 這間也算是多便宜 和多正的東西 雖然沒有買到東西 也是那句 我們現在也是這樣 走一轉之後 回到車後 準備去市區那裡 我們就打算 停車在家附近 然後再乘地鐵 去集房市中心 去逛街 雖然現在後面 好像黑曬 就是天黑 其實現在只不過是 4點多鐘 接近5點的時間 那我們就快點回去 盡量爭取時間逛街 那我們就立即出發 Go 忍不住去買了 最後 剛才有說我們沒有買東西 誰知突然間 喬世忍不住 又走回去買了一件衣服 這個 你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嗎 還要是 S&P 接著幾錢 你給我費900日圓 我的生日禮物 好冷 我抵守著這個寒冷 都要去買 哈哈哈哈 好開心 那我們現在就真的再次出發了 其實我剛剛找了一間餐廳 就是吃湯咖喱 我就打算過去吃完東西 之後再去市區逛街 那我們就出發了 Go 不是啊,在這裡 嗯,在最熱鬧的地方 我已經很以前來過 嗯,在看起來很濃 你覺得好嫩喔 我衣服很嫩喔 我第一次吃这个类型的鱼鱼 很好吃啊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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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剛剛就已經吃完一間餐廳 這間其實是一間 挺有名的湯咖喱專門店 叫做 這裏其實我們看到有不少分店 但是我們選的那間 剛好我們進去 竟然不用排隊 正常來說應該 很多人吃 要排隊 只要這麼說 但是我們吃完之後覺得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點了一個 團國煮的湯咖喱 而喬仔的就是 雞肉野菜湯咖喱 我那個其實也有野菜 因為它本身這間餐廳出名 除了湯咖喱之外 就是吃它那些當地食材的野菜 那些菜是超好吃的 無論是南瓜 茄子 菇菇 還有蘿蔔 薯仔 全部都是超甜超好吃 是啊 因為本身北海道那些 野菜 山果 其實都很出名 就是好吃 鮮甜 新鮮等等 所以我們都吃到是真的好吃 唯一美中不足 所以我覺得它的肉可以再給我一塊 是啊 它是很少肉 就是我的團國煮其實只有兩塊肉 然後它的雞也是只有兩塊雞 但是野菜都是每樣有一塊 但是其實吃完之後都飽的 老實說 因為喝了湯 是啊 沒錯 可能就是因為現在這麼冷的天氣 然後你喝熱湯還要辣辣的 然後出來之後都覺得暖了 所以其實這次吃完這間都覺得真的不錯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試一下 或者可能很多人都已經吃過了 那我們希望下次再來的時候 就可以試一下其他不同的湯咖哩 其他品牌 我沒想過原來湯咖哩是這麼好吃的 因為我們之前來雜坊 是沒有吃過這東西 沒錯 而我們在其他地方都是沒有吃過 可能那個名字不吸引 所以我們就沒有吃過 但想不到原來是好吃 有些改觀呢 那我們這次其實這條片 即日三日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明天就是8點就飛了 那可能早上也是去外面 或者到處逛逛 沒什麼特別的了 那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我們現在就去逛街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哈哈哈哈 我們下條片 怎麼這真好 倒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